这些话题了 所以说菲律宾的海警冲击黄岩岛 再次遭到中方的痛击 四月的最后一天 当全国人民都在期待五一假期的时候 我们的海警官兵依然不能休息 在这一天 菲律宾海警派出了两艘行逻船 分别叫做巴嘎财号和达图班阔号 高速冲击中国海警在黄岩岛的防线 巴嘎财号一度接近到了入口围栏附近 两艘中国海警船是潜力阻击 用高压水炮迫使他们放弃冒险 挑途离开 达图班阔号和中国海警船 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危赶被中方的水炮近距离的击中 船上的海事卫星通信天线 航海雷达都被喷坏 估计这两条船回港之后 修理的费用会让菲律宾政府肉疼 菲律宾媒体觉得自己又抓到了好机会 制作了两分钟长的专题节目 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播放 菲律宾之所以又开始挑衅黄岩岛 大概与正在实施的美飞兼并兼演习有关联 美国出动了11000人的庞大的兵力参与 菲律宾政府可能认为这么好的风口上 自己怎么也得做点什么 这两艘行录艇前来挑衅的时候 特意搭载了不少的记者摄影师 主持人在脚板上一边逃命 一边直播 还有人放飞无人机 对现场情况记录的相当清晰 菲律宾可能认为 用这种方式来控诉中国海警的暴力行进 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 但实际情况是在跟铁评论的人当中 没有几个真正的支持菲律宾 多数人在看热闹 还有不少中国的账号在嘲笑和驳斥菲律宾的雷若 我们注意到最近跳出来挑衅中国海洋主权的 不仅仅是菲律宾 还有几个日本政客在钓鱼岛海区蠢蠢欲动 4月27号日本前防卫大臣稻田彭美 纠集五名日本的议员 带上冲绳县石原市的地方官员 一起前往钓鱼岛海区 被中国海警坚决驱逐 看来美国日本菲律宾联合起来 在争议海区给中国找了麻烦 已经成为新的杜争特点 出乎多数中国人意外的是 台湾的台独当局 竟然在为美日飞的挑衅行动较好 负责台湾外事活动的吴钊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 美日飞三方联盟能够有效的威慑大陆 可见各陆反华势力的联动 是越来越猖狂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安全 面临越来越严禁的问题 那中方是如何应对目前这种局面的呢 我觉得用水炮语言来总结就很合适 几天前呢 一位退役的甲军军官对媒体表示 水炮打击是目前应对菲律宾挑衅比较好的方式 中国对菲律宾的挑衅呢 必须保持一定的威慑力 一是要直接警告菲律宾政府 二是要警告菲律宾背后的人 威慑体现的是战争的能力和决心 但威慑本身呢 毕竟不是冲突 更不是战争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度的把握 而使用水炮既表达了中方的克制 以及对和平解决问题的态度 又表达了不会退让 过戒必打的决心 从菲律宾发布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海警除了操作水炮的战士 其他人呢都是在摄像取阵 而且海警船上的炮衣呢都没有脱掉 这是不想动武意图最直接的体现 菲律宾指责说中方都动用水炮了 把自己的船打坏了 人打伤了 这叫什么克制呢 但是我们从美国和日本那儿 就听不到这样的声音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懂中国的无声的语言 他们都很清楚 中方如果放弃克制 放弃和平手段 摧毁对手是分分钟的事 无论东海台海南海 还是亚太地区 这三海一区装备的优势 数量的优势全部都在中国一方 如果从水炮升级成火炮 即使是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钱都绑在一起 也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可能有的网友会说 既然你说解放军这么厉害 那就干呀 为什么不干呢 是啊 为什么不干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中方决策层的厉害之处 我们要知道 无论是政治斗争 经济斗争 还是军事斗争 最高境界 就是斗而不破 不到决战时刻 就不要轻易动刀兵 在最终摊牌之前 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绕着谋篇布局进行 在这个阶段 不要被人挑度 不要冲冠一怒 试想 如果2013年 我们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冲冠一怒 那就没有后来 我们在南海进行的战场建设的布局 也就没有现在 我们的大军港大机场 离仁爱礁只有33公里 如果2022年的8月4号 我们冲冠一怒 又哪有今天台军活动空间 基本上被蒋航金压缩到了台岛境内的局面呢 那是谁最希望中国动不动就挥舞着大刀呢 美国 所以我们绝不能按照美国的设计走 但是大棒我们是要经常用意用的 好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 嗯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